恒指收出新年因,相当超历重要点 下周怎么看138期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恒指下周怎么看 今天是2月18日,我是TENLO 看到这条片之后,可以知道 以后如何通过技术预判 港股,即是大家手头的股票 或者关注的股票的买卖策略 之前我们有提供给大家一些图像 或者在YouTube频道前面也有影片讲解过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恒指的日线图 这个日线图可以说 前面这个波段,红色的阶段 上升波段终结变成下降的阶段 这个下降阶段未来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分析和操作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commitchart.hk 打开小铃铛 有更新的时候才可以及时收到 下降阶段是很多朋友问的股票 和我们要讲的 相关的股票 好了,免责声明 我们能不能接受指标的影视 所以任何股票是不扣成任何推介建议的 投资者需要利息市场的风险 那么今天要讲到的分析的话 会用到三个指标 加上一个成交力 即是吹势类的BBE 即是转局位的动体查码 看这个力道的成交力 和验证到股价升和跌空间的MCD 大护资金 好,那我们一起看看先 先看看一幅图 这幅图是白到它的日线图 9888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可以看到前面 就是 为什么我画出了这些深的阶段呢 经过一段下跌了之后 开始拉升 绿色的BBE 即是变成了红色的BBE 它的这个飘带 看到吗 变成了下降的 淡油占优 变成了好油占优 这个波段行程是往上往上 直至今时今日都是红色的飘带 它呢 通过这个下跌了之后 我们发现 经过下跌低位放量 看到吗 这个成交量是否放量 放量了之后 变成了波段向上 波段向上的时候 它进行了回调 最次突破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下面的成交量 继续放量 而且不是一日放量 是连续放量 记住这个关键词 连续放量突破 之后呢 最次的上升一段 最次回落 最次云彼 然后呢 最次突破的时候 继续放量 咦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要摸你就连续放量 要摸你放出的量 是昨天的配量 就是分配 那好了 说明这里的上升 就是有口的 记住这个知识点 学识到吗 就是要摸你突破的时候 连续放量 要摸你突破的时候 放出配量 那对于市场呢 就会有一个 就是比较大的力度的 勒升 勒升完了之后呢 回调之后呢 最次的 有没有突破啊 这一日升突破的 突破的时候 继续放量 OK 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 升了之后呢 最次回落 今次放了量没有 放量了吗 没有 看到吗 而且这里有没有配量啊 都没有配量嘛 好了 那这里 就是一个走势 如果后期 这样出现 最次出现 这样的 要么连续 连续 放量 要么发出配量的突破 它后面先是 下一轮上升的开始 对于这个股票的判断 是不是 合适了 好了 再看回来 再看回来 我们的相通 00020相通 大家看看 这个股票可以说 我们重新打开这个 OK 就是相通的股票 我们做分析 分析 中根 放在volume 成交量 好了 按了 之后呢 中那个趋势指标 它是一个波段上升的红情 有没有 有的 波段上升的红情 之后呢 我们把它按出来看看 出现了之后呢 前面的时候 你看这里 下跌 反抽 对吧 之前这个平台是不是突破了 放了量 是倍量 连续放量 继续升 然后呢 这里回落了 对吧 回落了 之后呢 继续突破前面的平台 放出很大的量 OK 继续上升 好 升了之后呢 这个环带 有没有放出比较大的量 有的 OK 继续上升 那今次呢 有没有放出连续放量 没有的 现在是在下跌 在这个红飘带里面 代表 怎么样 上升的动力是衰竭的 因为这个 飘带是收窄 类似前面 这里 是不是收窄了 类似前面这个走势 看到吗 是不是类似前面这个走势 所以 一只股票里面呢 它是怎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我们就知道了 好了 那么 关于这个成交量呢 我今天只是 拿一个 例子 其实我在前两条片 都和大家说了 关于成交量 放量 和一些 基本的 知识点 那我们 接下来的 有一个 第二季 什么第二季呢 大家看看 两价禽牛 预测術 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11月底 提醒大家 2023年最大机遇的时候 我们的 量价时空 四华预测術 第二季了 第一季已经告完 了 价格预测術已经告完 这次呢 就虚啟我们的第二季 就是属于 量力 量力 量力的预测術 下个星期 我有这个系统 提给大家 所以大家前面 订阅我们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了 记得是报名参与 星期二到星期六 会公布 天量顶部的 雷星量的 暴力的重音 预测術 然后呢 就是两套策略的配合了 好了 欢迎大家呢 去了解 就是去按我们影片的 左下方的凌接 为报名参与 会员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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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通过 点击我们影片的 左下方的凌接呢 去报名参与 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的朋友呢 呃 你要去申请 因为这次的 第二季度是重新来的 呃 行制是168位朋友 没有员就没有的了 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了 前面讲了 阿里巴巴和那个 那个 哪个 送通 是吧 好了 是这样看的话 它其实跌到这个位置 虽然它下跌的时候 有放梁 是吧 但是这个放梁呢 是不是比较小的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趋势 这个玻璃行情已经收窄了 是有机会变成了 好像前面那样 变成了六Q带 这样环笔 或者是继续滚下去的 到底是滚下去 还是环笔上去呢 那我们看看 另外一个 看帝户资金的情况 先打开我们的NCD 帝资金 如果我们前面一直 我在前面 上一条片说过了 上一期说过 是吧 说过这个 在第13分钟的时候 上一期 行制是何周点提 就说了 这个位置的帝户持续 走着的时候的危险 提示到现在 现在直到今时今日 会增加了没有 没有 一直在走 你回吐一直走 在火增加 所以这个下跌 是在延续的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位置发生了什么事 超跌 overbought 就是超跌 紫色筹码出现了 代表超跌 超跌的话 就会发生 什么情况呢 就会发生像前面那样 滴得比较多了之后的 超跌反弹 当然了 要脱离了 紫色筹码要转回黄色筹码的时候 它才会带来 超跌反弹 但是呢 这条飘带 这个红飘带 就是我们的BBE指标 这个位置 多少钱 2.72元 就变成了它 比较大的阻力位 所以它 如果下跌下跌 到它转局 就是超跌反弹 这个2.72元 就是很大的阻力 就是它的水位 就被它行制了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这个股票 你会关注 什么时候 低级了之后 做这个差价之后 要走一走 如果没有附外朋友 要等待 没有轻易 就立刻冲进去 因为它会是 走着的 而且 走着的这个位置 类似前面这个位置 前面这个位置 它是因为 拉升了之后的回调 这次呢 拉升了之后的核力回肚 它前面这个位置 做了一些增加的地方 这里是一次都没有增加 看到吗 所以它 这个位置的 回调的力度 就会比较大 和时间比较长 好吧 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晰 来 那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通过这个方法 第一步 我们看到恒子 的话 大护子音 整体重 就是始重的跌大指的物 是不是正在走 正在減少 对吧 成交流有没有放缩倍量 或者是连续的放量 没有的 这个趋势呢 已经是转了 我们的绿色飘带 绿色飘带 已经是波段向下的走势 你看回7500 你就会知道 它是充分的 7500 是不是变成了 但会慢慢增加 已经是波段向上 看到吗 这样是不是 十分清楚了 所以呢 对于市场 给了机会 给了风险的时候 你有一个标准去看 我们的胜算就会高很多 就不会变成了 后知后觉 或者是不知不觉者 那对于现在来说 它是前面这个位 即是 多少时候 2月9日的2151点 是后市比较重要的阻力来的 比较能过去 因为大护子在走 对它走 所以这个下跌是 是延续的 当然我们通过这个公恩矩形线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它 接下来的支撑位 在哪里 在20400 20400 这个位置 是它第一个支持 可能跌到这个位置 就会有一些反抄 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黄金分角 0.6100 会来到多少 1960 1960 那个位置附近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位置的下跌 即是延续 未出现帝户的增加 未出现 就是 既的转局的情况之前 没有轻易 立刻就留下 这样的 但是个股就不同 个股有些股票 你做回它的选择 或者是 它是如何 是属于一个 小波段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回 这个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 红票带 波段向上的走势 但是 星期五的时候 跌穿 星期四的最低位 而且已经跌穿了 我们的红票带的支撑位 145 这个位置 看到吗 所以跌了下来 如果有货的朋友 要适动的减仓下 感充一下 然后 到现在就是这样的 在货出现 但是 虽然要感充 但是短线来看 是怎样的 星期一 会来到一个短期的低位 星期二 会出现一个短期的高位 看看吧 如果是星期一 是这样滴了下来 你可以 偷布做一个 打个差架 低级 星期二去走一走 如果你是 哎呦 星期一的时候 就超升下跌的 那你那时候才可以感充 好 这个是短线的 中期的朋友 依然是按照这条 红色的 波段向上的走势 直接到它转回 绿票带的时候 再去离重 这个可以看到 好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这个方法 就是明明 后面我们关于成交量 会配合的时候 会看到这些 低位高位的 预测的时候 你会更加清楚 好 看回来 前面有些朋友 问得比较多的股票 我们来说 特别你关注的话 若名新闻 最近不止一位朋友 问这些股票 关于生物科技 在美股里面 很多声音都很好 但是在港股里面 你看若名新闻 知道了 这个股票在什么时候 在这个位置 高位放量 可以吗 后面我们关于领量 天量 关于这些东西 会重新讲解 所以你按我们影片 座下方的链接 可以参加了之后 你就会更加清楚 你可以看到 这个股票在1月17日 看到吗 就已经是 它未过完 它就已经发生了高位 然后抽星下最跌 在这一天 2月8日 就已经转了六票带 波段向下的走势 现在呢 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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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今天的筹码变了紫色 代表是 oversold oversold 开始 等它脱离了 才有超越反达 但是呢 它的空间大不大呢 有没有水位呢 那我们可以量量量 我通过一个 这个 储备放在这里 上面比较大的风值呢 65.78元 现在是56.65元 就是在这个长风值之下 所以它最多就是一个反达 反达力道 其实呢 前面的阴线比较大 你想要立刻就冲上去 有些难度 有些难度 你看嘛 它以往的时候 它以往你看这些位置 你看看它历史上的 每一次 滴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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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到比较低的时候 它才出现超越反达 这次是很短期的时间 滴得很急 出现的超越反达 反抄到什么位 这些阴线的 縱线的位置 滴下來 直到它的后面 如何 突破它 才会重新虚持 所以这次呢 如果止色筒码转回 反达一下 那就要 等到它收出阴线的时候 就是要逃走的时候 好吧 那这样 讲一下是否更清楚 清楚可以在下面的搜尾 可以复分 AAA 对表大家耳朵已经可以听得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的 有其他观点的 都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区的留言 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想法 或者其他的看法 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好吧 我们下次讲解的时候 或者说下次分析的时候 会用多些角度去看 更加清晰 好了 就看看这位朋友 问得比较多的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9988 其实呢 他跟那个 谁啊 是差不多的 ATMS期内的期物 是差不多的 不过阿里巴巴 他比较迟 比较迟去 从升波段 转成到下降波段 现在是什么情况 高位密集的这个 这个峰值 没跌穿 但是已经两个峰值了 要产生变盘 要不然就直接 爆了上去 要不然就跌了下来 其实 大户是一直走着的 所以这次的回调 或这次的活力回吐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 所以各位朋友要住 不要说 比较便宜 又冲进去了 等待信号 一定要等待 什么时候 等待大户再做 或者等待出现这些 大反召啊 或者是 转红票带 就是重新转好的时候 信号的时候 你才去做 你不要 买 买入之后 又套着后面又蒙着去解肚 这样就不对了 那我们继续看回这位朋友的那个 这些股票 其实之前一直都有说过 只不过最近是没有的 这些股票在1月13日之前 是比较强劲的 高位脱离超买区 红色筹码转回黄色筹码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阻力 反召一下 它就下跌 收窄 票带收窄 但是会一直走 它早就已经发生了 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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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穿了票带 现在 进入一个超跌区 哦 大家想想发现 好多股票进入一个超跌区 对比较恒指这个位置下跌的时候 有些股票 可能下个星期会趁热一点 超跌反叹 如果超跌反叹的话 将来就会有些反叹 但是是否在下次真正的启动位 就看待会未来是否 真正的持续增加 持续增加 如果不是 都是死猫蛋 所以这些东西需要多点关注 好吧 小米的话 跟那个 是差不多的 跟达度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都跌到这条 标底 然后呢 上面高位的那个密集区的筹码区 是刚刚跌穿的 下面的带户是 深度的调整 所以这个股票 如果是有货的朋友呢 你要关注这个位置 就是它根本已经跌穿了 适当它减仓一下 适当它减仓一下 或者呢 中期的朋友 你等它这个飘带 转到飘带就要先拿走 当然如果后期它不转到飘带 它最似反而带户就增加 就上去了 那就最好了 是不是啊 就是最好了 就是这样去看的 好了 这个是 科技方面里面的股票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硬红股呢 汇丰它这个类表 有人说 这个股票是不是有危险了 是不是要走了 这个股票 它下个星期要批 要出业绩了 是不是 它刚好在前面这个高位 它那个位置去徘徊 就是已经运带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这个高位运带的时候呢 大户是没有真正增加的 是不是 而且我们的红股票带呢 是收窄着的 是不是 这个收窄和这个收窄是有点类似的 我都是希望它收窄了之后 继续上去 大户增加 那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负外朋友呢 中期按照这个股票带波段呢 你就不用理他 但是如果你是刚刚入场的 然后有点钱赚的 那你要小心啊 这里那个逢手位很重要 星期五大户是这么少的 是不是 所以星期五的最低位短线来说 58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逢手位了 那至于后期的成交量呢 可不可以持续的放逐比较大的量 那我们要观察了 好吧 后边我们的内容里面会讲到 听量 历声量 还有重音的那些区别 到时候你考虑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了 那好了 那个 有些朋友说那些小一点的股票 1725 其实1725在14号的时候 就有说过这些股票 当时我都下了它的阻力位 17元附近 记不记得 17元到那个 15元 15元 sorry 15元那个位来的 提升到那个位的阻力位 那天呢 其实它是怎样的情况 就是升下升下升到座位附近了 对吧 这一天最高是15元 最低是收市是14点多 就要小心的了 因为 这一天呢 冲高回落 对吧 这一天是16号 冲高回落 滚回凤梁下跌 是不好的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走势 而且是脱离了这个超越开 那天最低 最高位 后市是很重的 阻力了 那好了 星期四呢 突然间出现一个系货 星期五就是一个低位 星期一 是一个短期的高位 要住了 但是盛力币的波段行程呢 是未真正终结的 但是 短线就是一些 要小心的位置了 如果是我会先 离开一下 等待它 接下来看它是怎样 去操作之后去做 因为这个股票 经常玩这个东西 你看看 经常玩些什么呢 它之前无论是升啊 跌啊 一贯之上之后 哇 打了下来 拆了下去 有些人逃都逃不了 就是走都走不掉 你看这些 这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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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之前的 121年的4月 在4月17号 221年的4月12号 都是4月份 然后在221年的9月份 9月8号 还有在这里 都是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放出很低的量 然后自己偷偷走一下 那现在呢 你看看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次 12月8号 那时候也出现 现在又出现了一次 它后边的回落是时间很长的 所以星期一会看到一个短期高位的话 适当去放一放 中期的话呢 都要减持一下 等待它 未来是 看下怎么做的 它是怎样倒下来啊 还是冲高下来就要走呢 那如果 如果你 利润要走一走之后 剩下那些 就去看看 这个是 关于小一点的股票 你要关注这种东西 哦 美股方面的特斯拉 特斯拉 你可以看到它是 拉升到这个位之后 最近的成交量 都是比较密集的 就是 人气还是很多的 但是重新高的时候 成交没有之前多了 但股资金整体上还是增加的 在货未消失到 看到吗 是不是在货未消失啊 所以这个股票 到了一定的高位 这个位置已经横行了 现在就是横行的走势了 横行了之后呢 你发现我 还在这条票帝之上 支持位在支持位之上 帝户正在增加 帝户星期五是增加的 所以星期五的最低位 就是它的支撑位 在这个位置之上 就依然是 安全持有等队的情况 看待 什么时候帝户走的时候就走 这只股票 依然是持有等队的状势 有人说我已经赶仓了 赶仓的话 后面我们要关注 几时票 星期五大会是否增加 如果星期一 就已经收市 突破星期五的最高 208.44 反而就是机会了 没有突破 在这里混带 好吧 这个要住 所以市场的股票就是这样 升升跌跌 然后有上升周期 下跌周期 以后 要面临着有些股票 出折分量带来的机会 那我们手台的股票 一定要注意 是属于 套住在那里 然后帝户一直都不做 还是帝户在那里做的 帝户做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千万没有放弃 好吧 希望各位朋友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然后有个持续的收益 不要让它升上去 或者跌下去 以后又吐住 那就做了吧 我们辛辛苦苦的钱 去投资的时候 都要对他们尽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好吧 欢迎大家去参加我们的伙伴 和订阅分威朋友 下次再见